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软妹 欢迎观看PK大世界 近日消息 苹果公司正在召回iPhone 6s 不过情况不同于三星因为爆炸事故而全球召回的Note 7 这次苹果的召回只涉及到阿联邱市场的EP在中国生产的iPhone 6s 召回目的是提供免费更换电池服务 去年年底iPhone 6和iPhone 6s系列手机在中国有相当多数量的消费者反映 莫名遇到iPhone自动关机的情况 去年11月15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 该协会已经向苹果公司就iPhone 6和iPhone 6s系列手机异常关机问题进行查询 虽然苹果急事回应并表示会帮用户免费更换电池 但实际只针对非常有限的用户 此后苹果仍未回应中国市场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自动关机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销量较高 此举纯粹是为了节省成本 此前三星因区别对待中国而遭到网友的一致对抗 如今苹果公司也同样遗忘了中国区频频出现的自动关机事件 软卖忍不住想问 扑克你就不怕人家用小拳拳捶你的大胸口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品堂科技 这里有歌有酒有资讯 还有新潮库品随时派送 还等什么呢